各位新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AIA 今天来给大家做一期尼尔的科普视频 距离上次给你们做尼尔的视频 已经是五年之前的事了 而今年正好是尼尔这个作品诞生的第十周年 史克维尔尼克斯也借机重制了他的尼尔初代 而标题更名为尼尔复制人版本1.22474487139... 好吧 为方便区分的话我们称它为尼尔1.22重制版 重制版的画面进化了很多 各种光学各种隐隐特效是能怎么加就往上加 给人一种崭新夺目的同时又能品味当年的味道 虽然还是配方那个味道 但是改动还是有的 就比如说男主角当年发焦到了2021年显然是没得卖了 反倒是妹妹的毛越来越翘了 凯爷新买的美颜相机一定非常的贵 这俩更离谱 不仅开了美颜还去烫了头 就连很稳的脑袋瓜子都去磨了个皮点了颗痣 怎么说呢 这个十年过去了 但大家变得更加的美丽 就跟那首歌里唱的一样 唱的不对啊 这故事里全是悲伤啊 所以说很离谱 战斗方面呢 从当年的30帧进化到了60帧 可谓是丝滑了不少 当年的攻击动作呢 就那么几个 这次呢 好像还加入了不少新的动作 虽然对那些很喜欢硬核动作游戏的玩家朋友们来说呢 可能还达不到你们的要求 但是呢 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化了 当然你想来想秀操作的话 这个游戏上来呢 是有高难度模式的 倒是表一个什么拼剑切斩 对吧 你爱的老粉丝们都知道啊 战斗呢 其实都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点缀 这个系列的亮点呢 从来都是这个人写的剧本 看似治愈 但颇有深度 发人深思的同时呢 但又难以理解 所以今天呢 想在尽可能少剧透的情况下呢 给大家做一期科普 给没有接触过的朋友们呢 起个门 接触过的朋友们呢 也再重新温习一下 希望对你品味这款游戏有所帮助 不嫌弃的话也帮忙点个赞 谢谢大家的支持 想要了解尼尔的这个世界观呢 我们必须从作者早期的一部系列 能备上了骑兵开始说起 这个讲述主角和龙 与瘟疫战争命运对抗的作品呢 从2003年起截止到2013年呢 一共出了三部作品 时间轴顺序呢 是312 而一切的开端呢 都得从一出场就非常叱煞纷云 光这一段CG就用掉 整个游戏制作经费30% 一度横扫各大中国游戏网页的 这位女侠的眼睛上这朵花说起 这朵长在主角Zero 右边眼睛上这朵花呢 被称为起始之花 根据官方设定机里面说呢 推测是高度文明所制造出来的 一种魔法兵器 能给宿主强大的身体技能 以及超强的再生能力 并且还能以特殊的歌声呢 来再次强化自身 也被称之为歌者歌姬 而且这个花呢 还会不断地吸收周围的魔素并成长 那么很多朋友们都搞不懂 这个魔素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在今后会极大的影响 整个尼尔世界的神秘物质呢 我们来花点时间了解一下 首先呢 龙碑上的起兵事件呢 在西历八五六年的时候呢 发生过一起大灾变 差不多距离三代的故事呢 一百五十年前 当时呢 发生了一场非常巨大的地震 之后一个巨大的都市废墟群呢 突然间凭空而起了 这个都市废墟群的建筑风格呢 跟周边任何一个国家呢 都不一样 四那之后呢 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魔素 也出现了龙啊 等各种各样的怪物 自此呢 这龙碑上骑兵事件呢 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 但是二代的设定呢 把这个推翻了 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有一种 叫神龙种的这个龙族啊 就存在这个世界上 那后来作者说呢 他当时设定的时候 他没有参加设定 都是公司自己搞的 所以说呢 二代的设定呢 其实是一个架空设定 而且跟尼亚世界呢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我们暂时把它跳过 总之之后的人呢 通过研究这个魔素呢 发现呢 可以产生一些超自然的现象 之后呢 他们确立了魔力这种存在 然后就有了魔法 并且在之后的大灾变的中心 也就是都市废墟群中呢 建立了教会 称这里为教会都市 期间神有没有介入呢 现在不得为之 总之呢 在那之后呢 极少数人还掌握了 部分的古代技术 利用古代科技和魔术 生成的魔法呢 人类很快镇压了这些怪物 最后世界呢 分成了好几个小国 每个国家呢 都有一个领主 然后这张龙背上的 起兵的世界地图呢 你可能要旋转180度之后呢 才会看得比较顺眼 目前为止呢 花的来历跟推测讲说呢 有非常多 因为会牵涉到很多 尼亚世界纪元的后面的事情呢 会有过量的剧透 所以我想在这个 大家尼亚都通关了 差不多之后呢 再重新讲 总之这个花呢 在技术身体里面 吸收到一定的魔术之后呢 就会全开 全开之后呢 便开始吟唱 貌似吟唱完毕之后呢 将引起这个世界上 所有生物的异变 最终结果呢 就是整个世界的毁灭 那么我们的女主角 泽泽姐姐知道 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非常的害怕 虽然她本身就是个 非常典型的女魔头性格 但是面对大是大非呢 还是想得比较穿的 于是乎 她有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自杀 但这个花呢 非常的聪明 她监测到促主呢 马上就要僵死了 启动了自我防卫机制 此时只见 从贼罗的身体里面 奔奔奔奔奔 奔出五个分裂体 这五个复制体 不管能力长相都完全不同 它们或多或少呢 都有一些花的力量 只要任何一个存活呢 花都会有一个新的宿主 于是乎 贼罗姐姐的目标呢 从杀死自己呢 变成了先杀死自己的 五个分裂体 为此呢 她要先找到一条 非常强力的龙 因为在这个世界呢 只有龙造成的攻击 或者是用龙的牙齿 或爪子做出来的武器呢 才能对花的宿主呢 造成不可再生的伤害 个别的龙呢 还有吞噬花的能力 之后女主贼罗呢 顺理成章呢 杀死了自己的几个分裂体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 她最后一个分裂体 One呢 特别的聪明 她利用古代技术呢 复制出了一个 跟自己性别不一样的弟弟 让弟弟呢 在自己遇到不测的时候呢 用龙的牙齿做的剑呢 结果这个女主角 不过其实呢 这也是多此一句 因为女主本身 自己就已经不想活了 不过也无所谓了 女主呢 就这样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而幸存下来的复制人弟弟呢 则去成立了个新的教会 叫做天使教会 这也是这个游戏当中的 第一条结局路线 A路线 在游戏当中呢 我们通过观测机器人安克尔呢 得知 世界会因为特异点的关系呢 产生不一样的多元宇宙分支 而我们女主角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特异点 而阿克尔会刻意的去关闭一些结局 或者是保存一些路线 那至于具体的原因呢 我们可能要下一期再说 但是连接我们龙背上的骑士一代的话 就是这个A结局 在那之后呢 弟弟的确成立了天使教会 但是混了不到20年呢 就被自己的教会的下面的人呢 逐出了教会 而就在这个时候 1021年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种怪病 叫做赤眼病 有了赤眼病的人呢 性情狂暴 攻击欲网极强 完全发病之后呢 身体会失去痛感 所以说呢 不将他们完全杀死呢 是根本停不下来 自那之后呢 弟弟一直周游世界 只要是疑似红眼的看到就杀 之后发现自己的子孙呢 并不会感染红眼病 而且还在导过来控制他们 于是乎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子次呢 尚未当了天使教会的教主呢 就见到一个杀一个 直到有一天被黑龙告知 自己才是红眼病的传染源头的时候 他才想到 原来在那一天 他杀死贼楼姐姐之后呢 花竟然选择了本体割击的 封列者的复制人的自己 作为了一个新的技术 并且花的能力呢 产生了一定的变异 他会通过魔术呢 将一种逻辑病毒呢 传给周遭人 只有弟弟的子次和精灵族 可有一定特异点能力的人呢 可以幸免于难 百年之后才得知这个真相的弟弟呢 特别的绝望 他恳求精灵族的伙伴呢 将自己杀死 以此来终结红眼病继续传染 然而因为红眼病所引发的战争呢 早就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在他杀死贼楼姐姐 并且留下子次的这个一瞬间呢 这个世界就已经僵局了 当然呢 这也不能全部怪他 因为花呢 对寄生者呢 有一定的记忆篡改的能力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下期呢 再重点来讲一讲 值得一提的是呢 虽然只有几个片段呢 三代之后的百年间呢 观测机器安可儿呢 依旧是对弟弟 进行了一定的追踪跟监视 直至确认弟弟死亡之后结束 之后 那个男人就出来开悟霜了 但是根据官方设定集里面讲 三代A结局之后跟的是 迪欧迪1.3并不是1 正确的说是至死之赤 就是刚才那个漫画之后 跟的是1.3 它和初代一代呢 是处于一个平行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1.3中除了那个男人卡伊姆以外呢 其他人的设定呢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比如原版红龙呢 是被帝国军抓住的 然后在1.3中呢 他是躲在雪山里面的 原版中双猫呆兄妹呢 一个是教主 一个是帝国指挥官 但是在1.3中呢 是过着逃亡生活的两个兄妹 整个故事结局什么的 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光看这张图去分析呢 你会发现在原本的初代之前呢 根本没有发生过三代的故事 同理在二代之前呢 也根本没有发生过一代的故事 但是你这么想的话 就出现问题了 因为二代里面会出现一代的人物 这样岂不就出现逻辑判断错误了吗 所以说三代的故事呢 肯定是在一代的1.0之前呢 是发生了 只不过发生的版本呢 可能是不一样的 同理二代之前也是一样 只不过发生的版本呢 有区别 不过二代的整个设定呢 觉得这里呢就不多说了 但是三代几年后 再出个什么传新的版本什么的 我是完全相信的 就是到时候这张脸 还能继续往下开美颜吗 不行也去烫个头什么的 哎呀真的不敢想 不敢想 那之后我们先继续往下说啊 之后故事呢 进入龙背上的奇兵初代 在初代中呢 卡伊姆叔叔跟红龙两个人呢 一起开无双开到了最后 终于找到了一切的元凶玛拿 也就是双胞胎里面的妹妹 他们两个都是万的复制体弟弟的子孙 在结局地中呢 玛拿死亡 数量众多并且看到任何生物呢 都会进行捕食 同时出现一个较为母体的 一个非常大的白色巨人 开始吸收周围的魔术之后呢 肚子大大的鼓起 之后一切元凶玛拿的哥哥 也就是双胞胎的哥哥小正泰啊 要求辣个男人呢 带他去母体的边上 为阻止世界的毁灭呢 一行人义无反顾 然后把小正泰 标的一下投射出去 那么为此呢 需要有人吸引天使的注意 哎谁让辣个男人呢 是个老实人还不能说话呢 随后红龙结局悲惨 辣个男人生死不明 在这条线的最后呢 正泰利用自己能够停止时间的契约呢 将整个母体冻结 最后地球上就出现了 这么一个黑色的尖塔 这也就是团灭的地结局 随后便出现了分支一路线 在这条分支上呢 辣个男人不知道怎么呢 就突然间不想当老实人了 决定一人独自冲进白光啊 他可能觉得自己身上有炸弹啊 谁知冲入白色光柱之后呢 辣个男人跟白色巨人呢一起被传送到了2003年的心速 来到了陌生世界的红龙呢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辣个男人被这场战斗 难得差点气得摔掉了手柄 不过从这场战斗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 和三代的地结局一样呢 花正在吟唱 但显然呢能力呢并不完整 但他为什么要选择来到2003年的心速呢 这个谜团要到下一期呢 我们再慢慢解释 之前也说了这个龙有克制花的能力 所以说利用自己的声波呢 可以无限打断花的施法 并且要在灵灭死完全打断其施法之后呢 才能对其进行分印 这才是正确的攻略方法 但问题是红龙和辣个男人呢 对这个好像并不是很懂 不过好在花的能力呢也不是完整 在怒摔100次手柄之后呢 两个人呢误打误撞呢 也是将他击败了 而就在两人赢的一脸懵逼 正在犹豫要不要该做点什么的时候呢 哩哩哩两颗导弹呢怼在了脸上 此时背景两架日本自卫队的战斗机飞过 而那个男人被轰的吊渣 从空中陨落 就这样老实人彻底凉透了 而随后一起陨落的红龙的尸体呢 则插在了东京塔上 但问题就是白色巨人的碎块魔素呢 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呢 洒落到了心速各出 不得不承认是呢 这真的是做的一手好死啊 不过需要一提的是呢 在1.3的版本中呢 被传送的不是2003年 而是2013年 这10年的差距呢 会不会对尼尔今后的世界产生影响呢 现在我们不得为之 所以说我们依旧以1.0的版本呢 继续往下搅 事后呢军方立刻接管了红龙的尸体 2003年6月12日 迷之巨人和龙出现 之后呢这个事情被称为612事件 同年9月呢 针对这起事件呢 召开了世界首脑会议 当时呢首脑会议呢 他们脑门一拍啊 觉得呢 这个可能是某个我家发动的恐怖袭击 并且以这条线呢 继续往下调查 但是呢到了12月份呢 事情也发生了突变 以新宿为中心呢 出现了很多全身会白岩化 且致死率100%的怪病 第二年的2月份呢 这个怪病的死亡率 跟感染者呢 数量暴增 到了4月份出现了 得了这种病之后呢 性情会狂暴化的患者 然后短短一个月呢 狂暴化的患者呢 以新宿为中心呢 迅速的蔓延开来 并将这个病呢 命名为白岩化镇后群 之后这个事情呢 立刻传遍了全世界 全世界的人民呢 开始声讨日本政府 同年9月呢 政府颇于压力呢 实行呢 新宿封锁计划 用高墙呢 直接将整个新宿围了起来 并且派出部队呢 对狂暴化的暴徒呢 进行镇压 12月份呢 有一个记者去采访墙内 结果呢 被一种白话的怪物袭击的这个影像呢 流传了出去 之后一切关于墙内的报道跟拍摄呢 全部被禁止 随后政府呢 加大了对暴徒的镇压 在2005年的时候呢 白岩化镇后群呢 这个橄榄树呢 一度被控制 在2006年呢 由于对龙的尸体的研究呢 官方呢 总算搞懂了什么是白岩化镇后群了 终于意识到当年那两颗导弹 可能打的是个老实人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呢 突然间呢 有一天呢 有一伙人呢 之后次年2007年呢 从卫星轨道上拍到新宿的照片呢 发现了奇怪的黑点 当时呢 也不知道这东西什么东西 也没有做什么调查 是的没错 就是继续作死 结果到了2008年呢 某一天呢 新宿墙突然崩塌 从中涌出了很多白色的怪物 并且发现其中有一只眼睛发红的 在指挥 所以说呢 命名为红眼 之后政府呢 派出自卫队去镇压呢 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5月份呢 又再次出现了白岩化镇后群的患者 8月份呢 龙的尸体呢被秘密的转移 自那中呢 日本名声呢 各路逃难 2009年1月份呢 日美共同作战成立 3月份开始了新宿歼灭作战 只有发现效果甚微呢 在4月份决定向新宿丢核弹 荷包的效果非常的好 11月份的时候 已经确认日本国内所有的白话怪呢 全部被歼灭 当然这些都只是对外说的 荷包呢 虽然是将白话怪全部消灭 但它的冲击波呢 将魔素呢扩散到了整个世界 所以说一步走错呢 后面步步都错 4年3月份的时候呢 白岩病呢 在整个世界蔓延开来 4月份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荷包中心那个红眼啊 竟然还没有死 6月份的时候呢 龙研究所呢 发表了多元宇宙论 进行了多元性解说 至此呢 612事件的真相呢 才被公众于世 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白岩病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当时留下来的魔素呢 在对这个人进行洗脑 像性很差 或者不能洗脑呢 直接变成岩块杀死 能被洗脑 且像性叫好的呢 就会变成怪物 当中最为优秀的呢 就会成为红眼来作为指挥 大家可以理解为呢 就是初代的红眼病的升级版 主要呢 还是因为花带的那些 有逻辑病毒的魔素呢 没有被控制造成的 就这样呢 全世界的人呢 知道了真相 只可惜当年那个被炸死的老实人呢 他的凯伊姆的凯字呢 都没被人提到 这个真相不公布到没事 一公布之后呢 在全世界造成了各种宣人大波 2011年的10月呢 龙的研究所再次遭到袭击 这次龙的事情呢 真的是被人抢走了 之后全世界呢 为了防止白眼病的扩散呢 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 2014年呢 有个叫Gestartor的计划呢 开启了 这个计划呢 在尼尔机械纪元的繁体版里面呢 是翻译成形态计划 而在简体版当中呢 被翻译成了英译的格士塔计划 因为在这几年呢 通过研究发现呢 这个病毒魔素呢 只感染人的灵魂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 将人的灵魂呢 从身体里面抽取出来 以此来防止白眼病的 这么一个质方 所以翻译成形态计划什么的 我感觉真的是很让人闷逼啊 随便日本网站打开 搜搜资料及世界观 解说什么的 人家都已经给你翻得明明白白了 再结合实际内容啊 翻译成抽魂啊 魂画 实在不行再加两个字 灵魂形态化也行啊 但为了之后不搞错呢 我们还是称这个为格士塔计划 起码不管怎么翻呢 音译都不会算错 总之呢 这个格士塔计划呢 一开始呢 不被很多人接受 以至于呢 非常难推行 童年的5月份呢 人类呢开始研究魔法了 并且说呢 只有格士塔化的人之后呢 你才能使用魔法哦 很牛逼哦 来试试看吧 哎小伙贼了解一下 可想而知呢 这个提出这个计划的 全家的女性家属呢 最后肯定是遭到了 大家的纷纷的慰问 为了证明这个格士塔计划的 正确性呢 11月份 部分灵魂化的人呢 使用魔法呢 去对战白画怪 然后全面 我坚信红眼那个时候 一定是笑成这个样子 到了2015年呢 格士塔计划呢 依旧未能普及 2016年的2月份呢 有一种叫 荧光霉素的特效药问世了 通过这个荧光霉素呢 可以大幅度 克制身体里面的白炎病症状 与似乎 同年5月份呢 人类组成了一个 以打荧光霉素为主体的 这个十字军 军队规模呢 十分的庞大 但是最后讨伐呢 还是失败了 失败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成年人 对荧光霉素的 这个适应性呢 不是很好 但科学家发现 这个十字军里面的 年轻战士们 都没什么问题的 这直接导致了 一个叫做 哈梅伦机关的组织 被成立了 这个组织呢 只干一个事情 就是把这个孤儿 小孩收集起来之后 把他们培训成士兵 然后打上荧光霉素之后 去打怪曲 2018年的时候呢 国立兵器研究所成立 这个就是后面 制造Emily的这个研究所 2019年 白化怪军团 跟由小孩子组成的 十字军团的战斗呢 进入了拉锯战状态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 都没有办法分出胜负 但社会舆论呢 一直批评 只派小孩子去打架呢 非常的不人道 当时上头人呢 一定心想 操 那你们呢 等一呸 抽取一下灵魂啊 你们一个个都不来 灵魂化之后 还能放魔法 这么香的事情 小孩子打架怎么了 那你行李上呀 对吧 一棒键盘下 当然他们就这样 心里面想了一想 嘴巴上没有说 直到2025年来 一群叫做 Leplicanto的这个技术呢 问世了 这个Leplicanto呢 也是我们尼尔初代的 伏标题 这个技术呢 必须建立在 格式塔计划之上 也就是说 先要把你的灵魂 从身体里抽取出来 通过你的灵魂体 再结合原本你的肉体数据 导推出一个 没有灵魂的 躯壳人复制体 然后给这个复制人 安装一些 非常简单的战斗程序呢 让他去打白化怪 期间呢 还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进化魔素 直到有一天 所有的白化怪被消灭 空中的魔素呢 也被完全进化了那一天 即使再将你的灵魂体 跟躯壳体 两个融合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呢 也没有了白岩病 你也可以以一个 完整人的身份 完美复活 就是这么一个 想法很好的计划 但谁知道 那些小朋友特别的努力啊 在2030年的时候 把世界上 所有的红眼全都打败了 在那之后呢 所有的白化怪 失去了控制呢 白岩病呢 更加的蔓延开来 事态紧急 并且呢 政府呢 已经没什么钱了 于是在2032年呢 对外公布了 躯壳复制人的技术 之后大量的民间资本涌入 格式塔计划呢 也因为商业化呢 进入了最终阶段 而配合管理和生产 躯壳复制人的人造人呢 被安排到了世界各地 此次人造生化人呢 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 相信你看到这里 肯定会想啊 既然这个可以造人造人 为什么不让人造人去打怪呢 然后大家一起睡觉 比较好吗 刚才也说过啊 躯壳复制人呢 除了打怪以外 还有个工作呢 就是要进化魔素 进化魔素 这个名字听上去非常好听 感觉就好像 自己家里的空气进化剂 实则就是让没有灵魂的躯壳复制人呢 吸满病毒魔素之后呢 然后把它献祭掉 通过这个方法嘛 将魔素呢 归还意识界去了 至于去了什么意识界 去了哪里呢 那些人呢 都不管了 但没有灵魂 没有意识的复制人呢 他做不了这些 这么复杂的操作呢 所以说需要有人造人去管理他们 而且在那个年代 大家都开始搞魔法了 知道的 机械文明 我估计成本非常的高 像这种可以让单兵 突入大气层呢 还能变形的这种小飞机啊 我觉得这个造一造这个10亿美金要的 然后甭的一下炸掉 你心疼啊 那么之前也说了 格式大化开始商业化之后呢 富人阶级呢 就开始使用这个东西了 作为承诺呢 2033年的时候呢 黑之书计划开始 说呢 是会制造13本书 其中一本黑一本白 就会强行将灵魂体 跟这个躯壳体呢 融合到一起 而中等下层的人呢 对这种操作呢 特别的气愤 有一些呢 干脆拒绝等死呢 有一些呢 就开始变卖家产 那些穷人的小孩子呢 只能靠打荧光素梅来 来防止自己身体不会白炎化 没有人关心他们成年之后呢 会怎么样 除了一个叫哈梅伦的良心机构 对外宣称呢 是来保护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的 而实则只是把他们拿来 做各种各样的格式大化的实验 而我们的主角妮尔呢 跟妹妹悠娜呢 就是被骗去这个机关做实验的 只不过到了2049年 各位专家朋友们 才发现格式大化的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在格式大中 被抽取出来的灵魂呢 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会狂暴化 这种个体呢 被称为崩坏体 灵魂体一旦崩坏 它相对应的那个躯壳复制人呢 就会得一种病叫黑纹病 最后两者呢一起消亡 那么按理说呢 应该把他们快速的回到肉体当中 但是这个东西呢 因为早就已经资本运营了 赔不起这么多钱 于是乎继续忽悠他们说呢 那我们把你们冷冻到黑之书里面 你们不要急啊 在沉睡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把怪物啊 还有这个魔术呢 都进化完成了 等你们醒过来呢 就是个崭新的世界了 之后加速研究呢 并发现 只要少量的摄入 稳定的灵魂体的这个魔术呢 那其他的灵魂体呢 就不会崩坏化 之后就接上了故事的开头 我们主角尼尔呢 为了保护妹妹 和黑之书签下契约之后呢 变成了灵魂体 而巧的就是呢 他的灵魂体还特别的稳定 但妹妹呢 就没这么运行好了 他本来就体弱多病 想要治疗呢 就必须格式塔化 结果一格式塔化 之后哈 马上就崩坏了 为此呢 哥哥跟哈密尔机关 达成协议 为了救妹妹呢 他愿意提供自己的魔术呢 给其他的灵魂体 直到所有的白话怪 被消灭魔术 被净化为止 期限为一千年 不得不承认 这就是魅控的力量 然后几百年过去了 问题又出现了 这个躯壳复制人嘛 开始慢慢拥有自我意识了 在3000年呢 躯壳复制人开始有了 自我的文化 然后在3276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个事情 一个躯壳复制人呢 带着自己的死去的恋人呢 在遗骸啊 前往了这个耶路撒冷 因为这个耶路撒冷里边 有一个白色的重生之卵 他也不知道哪里人听说的 只要把这个人放进去之后 就会复活 结果他恋人呢 瞬间变成了一个 红眼怪物呢 将其秒杀 好在一个安卓机器人呢 带着4个复制人呢 将其直接解冥 不知道是当时的科技发达呢 还是魔法实在太牛逼了 核弹都炸不死的红眼呢 5个人就搞定了 不过我看这个补充设定里面说啊 那当时去的那4个复制人呢 每一个都是老实人级的战斗里 事后呢 管理的高层里面呢 甚至有人呢 觉得这个复制人今后会代替 这个正常的人呢 成为世界的主宰 至于这个重生之卵 跟初代那个重生之卵 是一个东西嘛 我现在就不得为之了 数年之后的238千 最后一只白话怪被消灭 而由于早就已经过了约定的千年之约 管理层迫于无奈呢 只能将格式塔化的灵魂体们呢 苏醒过来 但当时呢 却以魔术还没有进化完成为理由呢 并不给他们融合 意思就是呢 反正现在怪都没有了 你们到新世界去旅游旅游吧 一部分灵魂体还真的去旅游去了 但绝大多数的灵魂体呢 都是砸锅卖铁 才换来这么一个名额的 他们觉得不行 不行 我一定要回到肉身里面去 但那些躯壳复制人呢 又不让他们回 他们两者之间的语言根本不同 而且在躯壳人的眼里呢 这些格式塔人就跟怪物没什么区别 只知道他们一个个都很缠自己的身体呢 而且要来抢 于是乎他们就打起来了 3300年的时候打的可激烈了 而此时管理层的人采取的态度呢 是放任不管 也不去和那些副职人解释 也不跟灵魂体解释 哎你们闹去吧 然后他们就打了100多年 到了3465年 这一年呢 再次出现了一个灵魂崩坏体 你啊 这才意识到 哪怕注射稳定体的魔素呢 也不再安定 于是呢 他就决定去做点什么了 好了 后面就不能再说了啊 再说的话呢 也有点剧透 而且不知不觉间的 已经做了20几分钟了 好久没有做这种讲解类的视频了 可能有点生疏 至于这次尼尔的1.22这个版本呢 是不是会跟之前不太一样呢 作者前阵子发为说呢 是一样的啊 他只登了个重制版 所以说这个啊 这个该信的还是不该信的啊 但不管怎么说呢 这一碗冷饭呢 肯定是挺香的 不管是以前玩过 还是没有玩过的同学们呢 都建议呢 去接触一下这个游戏 要是这期里边有什么没有看懂呢 希望下一期补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私信给我 我是寇尔雅 我们下期再见啊 有空的话点个赞 谢谢大家